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提示高烧研究所所长Jason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多好的水平才需要量身定做 我们在去做施打会的时候 会有客人来跟我们说 这边刚才试的效果很不错 但是我现在水平还不够 等我水平够了再来量身定做 或者有可能客人上来就会说 我现在水平还太差 等我水平好一点再来量身定做 那究竟多好的水平需要量身定做呢 首先是不是水平太差就不需要量身定做呢 其实如果水平够好 是可以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的 即使你球杆的长度重量角度握把全都不合适 你是能具备有一定适应它的能力的 但如果你的水平不够好 那你适应球杆的能力就更差 那你错误的动作就有可能加剧 就好比说球杆的各个地方都不适合你 但是你花了一年时间终于把它适应了 结果你发现你不能发挥你最大的潜力 因为被错误的球杆限制在这里了 而不巧的是你还刚好适应了这个错误的球杆 相当于把错误的动作重复了一万次 那你就记得很牢 再改起来多么蛋疼 举个例子来说 有的客人早几年的时候能开278 但现在怎么开都只有212 其实它的力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就是越打越近 这是因为球杆跟你会有一个互动的反馈效果 就好比说假如说有一根杆你很难打直 然后你稍微发点力它就会有点偏 那你在下场的时候你就会逐渐越来越收 因为我发现收一点的时候我能够直一点 然后我就再收一点 然后发现又直一点 过一阵适应了然后又不太直 然后就力量再收一点 所以长久以往下来到两三年以后 你就发现只要有球在这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发你的权力 因为你本能会控制你自己 让你不使太大力才打这个杆才能打得比较直 然后反过来看有另外一支杆 就随便怎么打都是直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你就随便挥放松的打 想怎么打怎么打跳着打站着打歪着打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动作越来越舒展 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协调 但是这跟很多人的一些初始的理念有些不同 因为大家有的人会觉得 我上来就先用一个最难的 比如说找一个最重最硬的刀背 然后我就一直打 我就什么时候打到这根杆 我能适应了 我就天下无敌了 但是是不是这样呢 这就好比健身 我直接上来就握推150公斤 刚开始跑步我就直接去跑马拉松 刚会爬山我就去爬喜马拉雅 以上都不是不行 就是容易死 学高尔夫也是一样 这么难的游戏 你非得一上来就玩hard模式 那是不是很容易就不想再打了呢 听老师写的神雕侠侣里面有一个神人 叫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 其实这个人没有出现 但是杨过去在看他的幕的时候 发现他有四把剑 第一把剑 长约四尺 青光闪闪 时尚可有两行小字 灵力刚猛 无坚不摧 若贯钱与之 与何树英雄争锋 就是一把绿剑 那第二把剑 叫紫微软剑 三十岁前所用 勿生意识不详 乃弃之身骨 这是第二把软剑 第三把剑 玄铁重剑 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四十岁前试之横行天下 这是杨过何来使的剑 第四把剑 木剑 四十岁之后不置于物 草木竹石皆可为剑 自此精修 渐进于无剑 尚有剑之境 就是说到四十岁以后 就是说 读乌求败修院了三十岁以后 才能够驾驭所有的东西 就他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当剑 但是在此之前 他选的每一根都是适合他 适合他当时状态的剑 所以你说究竟多少的水平 才需要量身定做呢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是高烧工房的Jason 这里是我们店的地址 然后这里是我的个人文献号 然后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来联系我 谢谢大家 再见